从南到北 这国家每个县市都面临这些 废弃物的问题 应该也是我们国内 以厨余来讲应该是第一案的 公司合作的最佳的一个典范 我们等于是把原本的厨余 从固体液体到气体 我们都是这样子充分的利用 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的利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朱敬平 我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 邀请我们国内著名的环保公司 山林水公司的廖宗明廖经理 来参加我们荒野保护协会 碳税联盟 以及永迅循环经济发展协计会 所共同筹办的 台湾企业的循环经济心法分享讲座 随着国内在这个循环经济 静零碳排的一些相关趋势之下 有一些大规模的公共工程 事实上都已经有纳入这个理念 廖总所率领的这个山林水团队 在国内其实是相当知名的 同胞工程的公司 我想邀请廖总来跟我们分享 公司在台中的外埔这边 有一套厨余转成生殖能的一些相关的设施 那欢迎廖总 各位观众大家好 谢谢朱博士给我这个机会 可以来这边做一个说明 我们山林水公司 是我们丽丽集团旗下的一个上市公司 成立在民国93年 当初就是废污水处理为主 那也承拦了污水下水道的系统 包括南子跟罗东 我们在93年到现在 慢慢由污水这个领域 跨到再生水 还有相关的 一共会废水的一个操作营运 在大概小英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的产业 转废为能 未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课题 所以在生殖能的部分 还有焚化底渣的一个处理再生的力量 都是我们目前进行的一个项目 这几年因为台积电设厂的关系 再生水这一部分也有相当大的一个展获 像我们永康的一个污水处理 转化成再生水 是国内第一家供应台积电的高科技厂的一个水质中心 也是我们进来相当大的一个成就 今天最主要是廖总这边希望能够分享一下 我们现在设在台中外埔的生殖能中心 一个处理的内容是我们家户产生的厨余 对不对 对 在本来的机制里面 这个厨余大概是用什么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山林水在这套设施里面做哪一些创新 外埔生殖能 它原本是一座外埔堆肥厂 大概在民国八十几年那时候 它有实际的用耗氧堆肥的一个方式去运营 但是因为耗氧堆肥它最重要就是说 它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臭味 那这些臭味让当地的一个民众受不了 然后做一些抗争的动作 最后就是环保局就把它停下来 原本我们的厨余加户包括有生厨余跟熟厨余 我们生厨余就是大概像我们的野菜 果菜市场这个都会产生大量的生厨余 那有一部分的一个事业的熟厨余 都是当成事业废族 除了一部分去养猪 还有一大部分都是进到各县市的一个焚化炉 不管是生熟厨余 它那个含水力非常高 其实对于焚化炉的一个焚化的效率影响非常大 我现在环境部也是一直想要把厨余 从垃圾里面把它分类出来 海中市政府它是很积极的推动 外埔的生殖任长 让我们刚好有一个机会 能够参与这样的一个专案 我们外埔在处理这些厨余上面 不免也会有一些筷子啦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些塑料袋 混杂在我们清洁队时候这个厨余 在外埔这边有没有什么技术 有用什么样的程序去做处理吗 这个分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源头管理 清洁队在收运这些厨余的时候 他们那边就是先做一个筛选 把一些大型的固体物 可能包括一些菜刀的什么 这个其实都有 我们都有收过 收运过来之后就是 到我们的卸料袋之后 再到我们的一个搅拌 跟破碎分选的部分 尽量就是说把一些杂质 先把它过滤掉 让真正的一个有机质的部分 能够进入到系统里面 去做进一步的一个处理消化 假设我们把刚刚讲的 菜刀我是真的没听过 我以为是讲的是塑胶袋 跟这个竹筷菜刀 刚刚提到消化 那这个消化是怎么样的一个单元 我们这一套的一个 燕氧消化系统 先处理完之后 当然经过双化 然后到消化 但主要是控制它的pH 然后在消化草里面产生的一个消化菌 去把这些有机质吃掉 把它消化掉 然后它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产生 夹挽器 跟少量的硫化氢 跟二氧化碳 这个夹挽器就是一种可燃的气体 未来是可以当成一个 发电的一个燃料 这个就是 转废为能的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就您的角度 外面最在意这个错误问题 事实上是有控制 我们唯一会产生臭味的地方 就是在前处理跟泄料的那一部分 当然我们在那一部分 我们加强臭味的控制 用负压的方式 把它负压 然后再经过臭气洗涤 臭味把它消除掉 我们大概建制完成之后 其实跟以前差很多 那也在这边几年前 成立一个环教中心 附近的一个国小 一些相关的学生 可以来参观 或是一些教学活动 参观的人次 一年可能有达到 1000人次以上 看起来在这个消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把处理转换成两个面向 一个面向是刚刚讲的燃料 一个面向是比较像资源化的这个部分 就燃料部分先跟您请教一下 就是说消化之后是产生 像刚刚讲的甲烷气 我们现在都知道是说 这个好像是一种可燃的气体 后续在利用上面 是先直接把它烧掉吗 还是透过一个什么过程再把它转换成发电 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 整个过程当中 它产生的甲烷气 其实甲烷气对于整个污染的程度 比二氧化碳更严重 所以我们又把甲烷气把它转换成可利用的气体 但它里面还有少量的有害气体 腐蚀性气体 所以它要经过脱流的设备 之后再进去类似像天然气的一个发电机 去发电 发完电之后 目前是并连到台电去 其实这个发电算是最夯的措施 载缓器它造成的 溫室气体效应 是二氧化碳的至少二十五倍 另外一个角度 它可以利用变成四项能源 那这样我们外谱 一整年我们大概处理多少吨的厨余 我们大概可以卖多少度电 一年大概是处理24000吨的厨余 那一天大概是处理110吨 产生的这些可燃气体 大概是5000立方米 可以转化成发电的一个度数 一天大概是9000度 其实一做一天就9000度 那可以供应上千度的家庭 来做一个使用 这个其实是非常有效的一个处理 一个设施 我们这样大概已经运作多少年了 它是一个ROT 这是促餐的 就是整件修建跟营运 跟最后移转 全部的特型年限是25年 我们是107年签约 到现在113年 大概6年了 那未来大概还有18年19年的一个运行 我们刚刚提到 我们把一部分的厨余转换成燃料 看起来还有一些东西 如果没有变成气体的 它应该是会变成是固体物的 这些固体物的部分 事实上现在还有在做一些资源化的措施吗 它会产生的是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藻液 它目前在试验里就是说做一些浇灌 可以算是一种溢肥 大概在3年前台中市政府环保局 它有一个早易的一个入田的试验计划 就是说它可以去做一些 比如说稻田的一个溢肥浇灌的一个来源 那另外它的沼渣的部分 其实就是大概它可以做有积肥的一个积肥 台中市政府其实它已经有去申请肥料证 然后也是有这样一个有机肥在提供给民众使用 那这样其实我们等于是把原本的厨余 从固体液体到气体 我们都是这样充分的利用 可以算是百分之百的利用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循环经济的这个理念 落实成一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过程 第一个必须规模化 第二个就是必须商业化 目前来讲我们等于是有几个商业模式 一个商业模式是跟台中市政府收这个厨余的时候 它等于也是付费给我们山林水这边 发电之后卖给台电 后来更顺利的话 早易早渣还会再变成有机肥 其实它的一些相关的条件没有那么好 说实在我们现在大概是还在做社会公益的阶段 未来会考虑在帮当地再解决一些其他的问题 像是租粪料 我们是可以去外收一些相关的一个有机的 这一部分还是要经过台湾市政府环保局的一个核准 今天真的是从南到北 这国家每个县市都面临这些废弃物的问题 分化炉也不可能解决全部的问题 因为有一些垃圾就像刚刚廖总讲的 它就是比较湿啊 它不是那么适合进去我们这个分化炉 再跟您请教一下 就您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有考虑它的减碳的效益 可能以后有一些碳权 这些绿电产生减碳跟碳权 其实是可以另外碳权交易之类的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卖给台电 所以这个碳权是在台电这一边 如果未来我们有新的第二期部分 我们会考虑是不是说我们就是直接卖绿电 比如像台积电 它直接跟某一家的矿电厂去买这些绿电 这个对我们来讲实质效益会更大 碳牌跟碳足迹碳盘查的部分 那目前我们也在着手在进行这一方面 希望说在未来有一些相关的一个数据 能够呈现出来 今天外埔这个系统 应该也是我们国内以厨余来讲 应该是第一案 这个就是一个循环经济 跟我们静零碳牌的一个交汇点 有没有一些干苦谈 这个案子其实我是觉得说是公司合作的 最佳的一个典范 公部门跟市部门 然后创造给民间三方 其实促餐的精神就是三一 我在这里我要非常感谢 就台湾市环保局在收运这一部分 它是尽量就是说能够达到 我们的一个运收的标准 还是有一些例外的状况 不一定是人为的 那可能就是真的就是没有看到 刚刚讲到就是说 运收标准这一部分 我们那时候最痛苦的就是说 因为它有进来一些杂物 然后让我们的一个浙江鸡去损坏 我记得就是说有一年的中秋节三天年假 我们的现场的同仁 因为浙江鸡那边坏掉了 他必须要利用这三天没有厨余进来的时候 要把机器搞定 廉价之后会有大量的厨余会进来 我们的厂长跟厂内的所有的同仁 都很辛苦 三天廉价大家在放假 他们是在那边吃便当修机器 但我们也是不负使命 就是把它完成 第二个就是说是在早一早渣的一个 去化的部分 这些早一早渣要入田 其实在农业部这边 它有相关的法令是目前是不允许的 所以这一部分未来 在政府的政策上要能够更明确 要大法令更完善 让这些都目前存在的 像早一早渣的去化 这些问题能够获得比较完善的一个法令的规范跟解决 第三个我要谈的就是说 我们产生的早期 当然刚刚谈起来是非常的完美 但是实际上在整个过程当中 还是有很多的困扰 我们刚刚提到在产生的一个气体里面 没有包含硫化氢 那刘压氢它是一个腐蚀性的气体 如果没有拿掉 进去到我们发电机很快就会故障 维修的费用是相当高的 每一个流程每一个步骤都要战战兢兢的去把它处理好 避免说一个环节出错影响到发电影响到设备的一个妥善力 资源循环或是从碳的经济这边跟我们政府一些相关的这个建议 就是说你政府要制定什么样的一个政策来扶持这样一个产业去发展 不管是之前做废税 工厂的废税 其实它就是要符合排放划回 它才可以开工生产 以这样的例子来看 其实我们目前像升职能主义的处理 汇率来讲还是一个很艰难 就是说它的收支不一定会平衡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现在在升职能场除了我们这一场另外就是桃源的一个BOT 除了这样的话其实没有民间愿意投入这一块 政策上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调整的空间 法令要更完善才能够让这个产业能够走得更顺 那第二个就是说它的燕氧消化系统 它的建造费用是相当的高 那目前我们的处理的收入跟发电的收入 但我们发电的收入还有回馈环保局20% 未来不管是站在说这个产业 或是说减碳或是转费为能 或是要发展绿电 还是要有更大的一个力道来扶持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们现在这个垃圾其实是要付费的 我们也都习惯于一个相对低廉的垃圾的付费的机制 那其实事实上比较毫无顾忌的一直产生这个垃圾 反过来讲因为政府付费给相关的这个事业的时候 如果前头这个收入不够多 它其实也付出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垃圾付费的机制 还有需要再做进一步优化 如果我们今天这件事情做得很成功 您觉得这个模式 有没有可能包装起来 输出到海外来做一个 这个您觉得未来会是一个方向吗 是有这个机会建立在几个前提之下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我这套技术其实也是从奥地利那边来 但是我们输入进来的时候 这个技术不一定就是完全符合台湾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很努力的做了一些参数 落地把它本土化 比较都会区的一个厨余跟乡下的厨余 其实它的性质就不一定 我们在独自区跟乡村区我们吃东西会有差别 对会有差别 会有不同 但这个差异不会太大 所以整厂输出到国外 我想我们的整合技术上是OK 但是过去之后其实还要在一段时间 要能够去适应当地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食物 文化产生的这些厨余 我把这个厨余转成生殖能 还有就是刚刚讲有机肥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这个循环经济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化的这个时机 尤其是说培育我们本土的这个技术人才 让这整件事情好像优化规模化商业化做一个前进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跟廖总这边就我们在移肺转能 循环经济静瓶碳白的一个案例分享 廖总这边给我们许多的经验 还有甘苦禅 非常谢谢廖总 谢谢